禮拜二要開始打這個長者 因為這發下疫苗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用網路系統 還好我們的 網路預約系統 有通過考驗 就在我們要開記者會之前 到下午3點 我們台北市 涉及在台北市的 85歲以上的長者 已經有 26,591人 然後我們有 172個注射點 已經有101個已經客滿了 那我們還是要呼籲市民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上網去登錄 雖然說 我們今天會把這個通知單發下去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預約成功的話 我們還是會告訴你說 你的名字 我們這個完全是客製化的 你的名字 幾月幾號什麼時候 去哪一家醫院去打疫苗 這個我們還是有這個服務啦 不過我們為什麼要 還是要強調 預約優先 這有幾個好處啦 第一 省人力 這個公務員可以省掉很多的這種 PayPalbook 跑來跑去 送 所以這個我們要儘量要依法 第二 對這個也對這些 去注射疫苗的人 他也避免群聚 你可以選擇 時間 地點 去的時候 這個等候時間也短 也避免一大堆擠在一起 對醫院端來講 好處更多 因為名單事先都有了 他那個 電子病例事先就可以準備好 所以你來馬上要打針 速度比較快 而且他 這個東西 東西也比較好準備 要準備多少針頭 多少疫苗 這疫苗每開一瓶你知道 要打十個人 你要是要打十個人你只來兩個 總不能剩下八人分全部打給一個 這是疫苗又不是補針 如果有一切都有預約 有準備好 對預言來講也是 比較有效率 比較好準備 也不要減少浪費 所以 結論是這樣 台北要作為一個亞洲的先進城市 本來就應該當 整個台灣的領頭羊 所以我們還是 今天的那個網路登記 是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 明天還是一樣 還有一天的時間 我們現在還有 差不多2萬多個位置 多個位置你知道 所以呼籲 我們台北市的長者 85歲以上的 還沒上網登陸的 當然長者要 要上網登陸 如果有困難不要緊 你還有這個 這個兒子 甚至孫女輩孫子 可以幫忙的 我後來喔 看了一下那個 上網登陸 很多IP 是從美國來的 所以表示我們 台北市很多長者 你知道 我猜都是他們的 兒女在美國替他 用這個 今天李幹事會把這個資料 送到 大家手上 不過雖然是這樣啦 我還是鼓勵大家用預約的 因為有預約 你方便 我們也方便 這是 另外一個大家一直在講說 涉及不在台北市 等一下我們會再宣佈 我們會開個時段 你知道 應該是 先在里長那裡登記 坦白講 住在台北市 但涉及不在台北市 老人到底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所以 這比較難估算 你知道 所以 可能我們 也許以後會有更精確的方法 不管這種 跟全國附贈系統 對接的問題 不過這一次我們先這樣 那個戶籍不在台北市的 我們就跟 里長那裡登記 那里長統計以後 我們再 安排說他們去哪裡打 因為這個人數我們比較難掌握 所以結論就是 還沒 網路預約的 拜託大家網路預約 你網路預約越多 你知道 我們就越省事 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 明天還有一天 盡量用預約的方式 不行才是用 這個 看通知彈 至於那些不在 戶籍不在台北市的 可能這一次就要用登記的方法 所以 如果可以用網路預約系統 盡量用網路預約系統 那 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長者在問說 我這麼老了還要打疫苗 原則上是這樣 可以打還是打 為什麼 你知道 因為還是好處大於壞處 特別這個疾病蠻奇怪的 他對長者的 死亡率特別高 在年輕人死亡率非常低 那你說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倒過來就好像腸病毒 專門攻擊小孩子 老人對腸病毒也不太怕 所以這個 也許說這個疾病的特色 所以原則上你知道 除非你以前打疫苗說會過敏會休克 這個就不勉強你知道 不然否則的話 原則上是要打 或者說你現在就在發燒啦 有急性病 這當然是等病情穩定再來打 其他的 不過還有一點要先大家先聲明 打疫苗也不是萬靈丹 不是打疫苗以後保證一定不會感染 因為這個 有時候你免疫功能就是差 打疫苗還是沒有效 這個要先聲明 所以 打疫苗以後是說 抵抗力變強 但是沒有保證一定不會感染 這個要先說明 不過因為還是好處大於壞處 所以原則上 可以打的還是打 至於打了以後 因為這個疫苗不像這個流感疫苗 大家平常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打完觀察30分鐘 雖然全世界已經好幾億人打過 不過這疫苗還是新的疫苗 特別在台灣人的身上到底反應怎麼樣 也沒有 雖然有幾萬人的統計 不過畢竟還是比較新 像這個流感疫苗已經打了很多年 所以這個打完以後觀察30分鐘 還有 有相當多人打完 會發燒頭痛還是會有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是微燒的話 是可以觀察看看 或是 吃簡單的普拿藤應付一下 我自己打一打也是會發燒 不過還好睡個晚上就好了 但是如果真的症狀太奇怪了 包括這個呼吸困難 暈眩 心跳加速 全針紅疹 那該去急診就去急診 也不要硬撐 就這樣 所以 原則上 可以打疫苗就打疫苗 打完以後 還是有部分會有一點副作用 不作用太嚴重 還是要去急診去看 大概就是這樣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爆出違規 施打驗光師和驗光生工會 將非醫事人員施打疫苗 台北市政府是否有掌握相關的狀況 是否會開發 我想 今天因為 開放就是 第一到三類的 上一次沒有打到的 醫事人員 所以相關的名測都是由各 工會 匯整給衛生局 然後交給我們聯合醫院來做施打 所以是一個一個比對 那名測裡面如果有 非醫事人員的違規狀況 我們會進行查核 但是 可能要具體的檢舉出來 是哪幾位 那第二個我們也會要求 工會來做說明 如果有違規的話 當然會依法開發 接著東森新聞提問 有民眾投訴 他的親友在南門市場擺攤 結果在昨天下午確診 總計有三人染疫 昨天市長才到南門市場 視察 市府有沒有掌握相關的狀況 這個經詢問 這個南門市場的會長 他是說 有一位攤商的確是上個禮拜 就已經沒有來擺攤 所以 這兩天有 聽到這個消息 但是並沒有被確實的 確認 所以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的 衛生單位過來 所以我們 現在請回申舉在機場 也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確診個案 還是說他是因為是其他縣市 所以目前還沒有報回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追查一下 不過剛剛會長也是說 他們剛好也是端午節結束以後 他們就會做一些相關的 傾銷也會來修飾來做 整理 根據指揮中心公佈的數據 台北市疫苗的分配數量向來是最多的 不過關於數量分配的原則 市長認為 應該要向各縣市的疫情程度看齊 不同的分配程度來做分配嗎 市長認為中央有 給疫苗大小眼的事情發生嗎 這個我先做 完整的說明 因為在 禮拜五也就是6月11號的早上 我們正中央有一個視訊會議 那當天所有台灣全國各地的縣市政府都在問 請問6月15號即將開打的疫苗 各個縣市分配的數量 包括台北市 我們也同樣的詢問一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數量會影響到我們 最後要開放 尤其是75歲以上老人家 到底要開放什麼程度用什麼樣的數量來計算 施打的對象 那當天早上 中央說的說法就是 第一到三類的人 加上長照機構的人 加上75歲以上的老人大概兩成多的數量來配發 那他是先由124萬劑的一半也就是60幾萬劑來發 那當時並沒有 確定的告訴每一個 每一個縣市我們所分配的數量 一直到當天下午的4點02分 我們 疾管衛生局收到了中央的 一個E-mail的通知說我們接下來我們要發給你這些數量 也就是當天的5.8萬劑加1.2萬劑的 中央的列管 所以我們台北市分配到的是7萬劑 那同時他叫我們在 6月11號就是4點02分發E-mail給我們 希望我們在5點鐘 告訴中央我們要分配多少到哪裡去 一個鐘頭時間就需要我們把 相關的數量跟 內容分配告訴中央 那總數沒有告訴我 然後要我去告訴你要怎麼分配 這是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一個鐘頭之內做到 第二個部分就是因為不知道總數 我們已經在台北市75歲以上老人 每一個年齡層我們都把它統計好了 那就是看中央配的數量來決定我們要開放到哪個年齡層 如果沒有 確定的數量我們如何去分配 到底要開放到什麼年齡層 所以這個部分並不是台北市故意要去 找中央的麻煩 而是如果沒有給我數量 我沒有辦法 知道 知道5點鐘我要分配到哪些單位給哪些人 另外市長前一天的內線交易說 高雄市政府說 他們只是超前部署 局處每天都忙到凌晨才可以反應這麼快 市長是否認同 我想這個數學大家都會 這個數學每一個縣市都知道自己的75歲以上的老人有多少 所以數學不是問題 是數量的問題 也就是中央發送多少劑 那我們可以做怎麼樣的分配 那我想高雄市每一個縣市都會有他自己安排 那我們也是在等 數量來了之後 我們就 我們就會做適當的安排 但是我們不會在一個禮拜之前就知道多少數量 我想高雄市應該是比我們早知道一些吧